好遇到这样无礼的乘客让驾驶大哥真的是相当傻野 在前天清晨六点多新庄有一名中年男子搭公车通勤上班 疑似不满公车司机太开慢 那么直接在车上开骂 三字经五字经全都说出口了 就要司机超速开 离谱的行径也被其他乘客拍了下来成了最坏失费 一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情绪好激动 指着公车司机破口大骂越讲越难听 三字经五字经全部脱口而出就是闲司机 开胎卖 眼看驾驶不肯加速男子一度激动到拍柱子泄愤 旁若无人 那人家都超速 人家都知道妈称赛给说妈是生的 这我不少人 你马英九妈妈妈生的 我都是以开到四十 大概三十九四十在这个地方为一个速度 这话讲的还蛮难听的 并没有随着他去做一个起步 就是我一样是以顾好自行车上的安全为首要 照规定开却被乘客骂 司机一脸委屈 他说当天男子从新装上车没多久就开始发飙 说自己迟到会被扣钱 但当时才早上六点多 哪家公司这么早打卡 男子贪图方面要公车超速违规 这么大牌谁受得了